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台股今天很戏剧性的高低 呈现一个大震荡的走势 早上一度最高涨了170点 越过了前面的17401的高点 来到17463的波段的新高 结果呢没有两个小时 从高点震荡翻黑 最多反杀211 高低点差了 哇这个380点 380点 可以说是近期的一个最大的震荡 那当然 震药来源 来自于 很多涨比较多的AI的股票 今天蛮多都 一度打到跌停板 那其实我认为今天 主要的原因 是来自于创意 因为呢 上周五创意 就召开法说 那原本 市场预期说 下半年AI的推动 今年创意应该有一个强劲的成长 计真 年真 结果创意的法说 竟然说 下半年不如预期 而且全年从成长变成小幅度的衰退 哇这一来一回落差太大 原本预期AI带动强硬的成长 反而变成衰退 股价就跌停 但其实 你去看创意的内容 影响到它下修的 不是AI 那AI的心得开案 仍然 相当的不错 但是不是AI的部分 这部分看起来就不是很好 所以其实它的说法 跟台积电几乎是一模一样 讲白就是说 除了AI之外 其他都不好 但创意又不是只有AI的生意 所以其他的拖累之下 今年变成小幅度的下修 但因为原本预期是大好 反而变成衰退 所以股价就跌停板 那我认为这可能要跌个两天 至少两天 然后其他的股票 比如说 微创 今天也跟着掉到跌停板 然后 锁住大概两万八千张 你说这样算多吗 其实还好 因为礼拜五成要量二十万张 今天如果不是锁住的话 成要量十七万张 其实应该也超过二十万 那我的看法是这种人气股 其实只要 掉下来 量爆得越大 换手的越快 上去就越快 同理可证包含 今天杀要跌停的广达 杀要跌停的 音业达 或者杀要跌停的 技嘉 这些其实 就是所谓的AI的龙头股 杀要量可能动辄 七八万张 十几万张 甚至二十万张的人气股 那我看法很简单 就是说今天 因为短线 它真的涨了 比较大的幅度 那涨到这个位置 震荡是难免的 但是 你还是要反过来想 就是说 当这些资金 在这边出了 比如说广达 两百六 两百五出一趟之后 回到两百三 或者两百四 这些资金回头 还是会想买 因为很简单 就是说除了市场 除了主流 是AI之外 其他都没有 台电已经跟你讲 那么明确了 除了AI 其他都不好 所以这些资金 在这边短线震荡 卖一次 洗一次 回头要买的 还是AI股 这是非常明确 这是非常明确 所以只要 杀的量够大 或许搞不好 明天就上去了 所以我倒是 乐观看待 这一次的 AI股的一个震荡洗盘 所以伟创今天 打到跌停 141.5 成交量只要越大 就越快上去 五日线 现在跌破 月线挡在127 那我们150 160这附近 我们高档都有调节 那今天跌停板 也不急 因为你说价差 来到了十几二十块钱 但是如果明天还有下去 然后量越滚越大 我就会考虑把一五级 调节部分 我就会把它买回来 趋势还是很明确向上 然后华星光 礼拜四差 一点点 最高195 差一点涨停 那礼拜五就亮灯 所涨的198.5 今天涨到最高来到214 又涨了7.8% 创新天价 结果刚刚打到跌停 因为好多股票都这样子 创高震荡 看到 尾创跌停 麦娥通通杀出来 高低点差了17% 但 我直接给你一个简单结论 我认为这跌停板 是要给你买的 早上214 或者礼拜五的涨停板 198块半 我不会跟你说 叫你去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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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250 300 我不会这样讲 不管你看多少 总是少去追高 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跟你讲 今天跌停板这边 它会是一个短线 不错的买点 就像我常在讲的 我想你买在这边 只不会吃亏 后面 很容易可以赚钱 强势股 就是趁拉回买 那我们当初买在46.9到214 最多是赚167.1 是356% 投入100万 到今天是变成456万 所以这个一点点人震荡 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打到点音板 我相信这个会是一个 短线不错的买点 因为可以预期的 即将公布了7月份的营收 以及8月份到9月份 那一路往上冲 那个力道会非常的可观 简单讲就是营收爆炸好 股价会涨到200多块 本来就是有它的道理 今天会跌停 是因为创意跌停 伪创跌停 股价跟着往下杀 基本面趋势丝毫没有改变 你不用去买涨停板 不用去买创新高 但是杀下来的过程 跌停板 我相信这边买 就不会吃亏 当然短线震荡市场比较大 操作上还是要灵活 所以礼拜五 波罗威买92 收涨停94.9 早上又亮灯104 然后被伪创跌停板 正开之后 一正开 反手会员全部处理他 不是说不好 是因为大盘在震荡 所以就卖在涨停板附近 刚才一度打下来 一度翻黑 然后再翻红 因为毕竟是强势股 但现在的98块 跟涨停板104 这也差6块去 差4块去 所以今天都卖在涨停板附近 就大赚出金 因为速度很快 礼拜五买92 到今天104 这样大概就赚了12块 就赚了13% 既然大盘要振 先走一趟 钱收回来 等拉回再买 或者可以去买华星光 或者等着买进 我们八月份有全新的布局 这个等我们再来谈 所以 可长可短 那这个很快速的 两天13%先赚起来 然后建隆 礼拜四涨停板 60点 62块半 礼拜五又涨停 68块7 今天早上又涨停 75.5一涨停 打开来 马上让会员大赚卖一半 反手就卖 守不住就卖 因为真的非常快 买55块 一个多礼拜 冲到75.5元 这一下子赚了20块半 就高达37% 一下子就超过三成 反手卖一半 结果 我没有想到 卖完之后会变成跌停板 这我不知道 但来回一叉叉了 接近两成 其实 已经有非常大的价差 可以考虑再买回来 但今天并不急 因为今天只是 AI股震荡的第一天 先让卖压稍微消化一下 因为短线才刚急涨了 30几%上来 所以大赚卖一半 赚37% 获利入贷 留一半续报 有价差会再买 资金 因为即将进入8月份 我有新的 用途新的安排 有新的操作 所以最近就持续做一些高档的调节 比如说之前也调节了 台光电 台药 健准 光宝科等等 全部都是大赚 那还有持股的是黄素 礼拜二 4.9% 622 礼拜三亮灯涨停 649 礼拜四呢 635 因为当天除息18块 环渊圈是653 卖一半 礼拜五又涨停 环渊圈是672 又创新天价 肩涨最高714 环渊圈是732 再创全新天价 从445买到今天环渊圈是732 总共赚287块 高达614.5% 强到不行 即使大盘高低差了300多点 他从快涨停打下来又拉上去 目前还是涨了超过二十几块钱 675块 还是非常强 那反正我们都赚六成 高档也卖了一半 这一边这个持股就不预设高点 持股续报 看他要涨到7字头 还是8字头 先首度看到7字头 我相信这个不会是他真正的高点 另外星云 上周二涨停板212 还原全值215.6 礼拜三6.8% 226.5 礼拜四226.5 礼拜五又涨停242.5 还原全值246.1 今天早上又涨停266.5 还原全值270.1 都是历史全新的添加 像这种最强势的股票 就算被伪创那些广达跌停板 正开涨停一度翻黑 但基本面真的太强 一下子翻红上来 盘中一度又涨到五六%以上 像这种股票其实 你根本无需预设它的高点 因为就像我说台积电爆名牌说 它在这边对于先进风霜的扩产是 as quickly as possible 进全数的扩产 明年的产能至少要比今年翻倍以上 据我了解 其实扩产的目标是不止一倍 应该是两到三倍 但是你要看供应链跟不跟得上来 所以相关设备股的生意 就是好到一个爆炸 所以当初就跟你说台积电爆的名牌 一定要买 那我们买161 一个多月 到还原全是270.1 总共赚109块67.8% 所以一堆股票是赚了五成六成七成 更不要说台经光300多% 这波的AI股 真的让我们加入成员 赚到一个无以复加 大资金的高价低价标的 大小通傻 资金小的当初就买华星光 从四十几块开始买 到今天已经翻了超过三倍 一档股票可以让你一百万 变成四百多万 现在就很有钱了 然后后来华星光第二是前底 华星光第三就是 5340的渐融 短短一个礼拜 最多赚了三十七% 那如果资金小 华星光 华星光第二 华星光第三三一路翻一路滚 你资金也变大很多了 你也变成中大资金的人 到时候我新的标的 不管中低价位高价的 其实就都可以买 都有这个实力 这一波我们真的赚太多 银帮 礼拜二8% 365.5 礼拜三6.8% 380 这个尾盘到9.2% 礼拜四小涨375 礼拜五涨停板 跳空涨停398块 半间跳空涨停438块 这是一个全新天假 虽然正开 一度翻黑 任间翻红 目前股价又回到 几乎快要涨停板 因为六月份大赚2.75 七月份如果营收在新高 估计单月可能就挑战三块钱 挑战三块钱的意思是 未来一年要赚三十几块 这个价位远远不到标准 所以我前几天 上礼拜我告诉你什么 我说他的获利远比秦城超过一倍以上 他的价位应该要是秦城一倍以上 秦城现在回到203 银帮 现在430 跟你讲的都在验证当中 而且我认为他的价位远远不止是秦城的一倍 一路上来 连两天喷涨停 297买喷到438 141块赚起来赚47.4% 然后秦城卖掉的那天卖246 转进银帮335在座加码到今天438 现在超过100块也赚了超过三成 反手卖秦城赚77% 然后资金转进加码银帮这边多赚三成 然后秦城掉下来 一叉叉了四十几块钱 卖掉秦城掉下来 赚了七几几% 转进银帮这边再多赚三成 这就是我们真真实实的操作绩效 而且我必须要说银帮 我认为远远还没有涨完 因为我最喜欢这种 数字爆炸好的竞品股 秦城营收没有新高 但是银帮营收是新高 秦城可能今年赚不到7块 银帮一个月赚2.75 如果秦城可以涨到250 那我觉得银帮的股价就很好算 就照比例算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教程真的赚烦 当然今天也是有股票拉回 比如说AI伺服器的标股 6579 炎阳 然后礼拜四创新高8.5% 礼拜五又涨8.3% 创新高236 今天跟着伪创相关股票 广告股票 创高之后说拉回一度跌停板 但我直接给你结论 跟华星光一样 创高过程你不用追 我也不会补进去追 但是今天拉回打到跌停板 强势股急跌 这是给你买的 你很快就会赚钱 拉回是给你买的 从189买到今天早上最高237 一度赚了48块25.3% 如果今天不是伪创拉回 搞不好今天就三成 那既然拉回跟着跌停 这就是给你加码 因为他跟NVIDIA做深度的合作 下半天要推出AI的伺服器 6月已经赚了1.58 单月份1.58 下半年业绩只会一季比一季好 所以今年至少15块 明年超过20到25 如果说你乘以20的话 这股价也是要翻倍 所以我就讲简单的例子 就是当初我们星云跟银邦 在还没喷出大涨前 我跟你讲的那个逻辑 最后他都验证 而且股价喷到一个不行 当初银邦跟星云 因为我看到后续的数字了 预告给你听 股价还没动 我告诉你后面一定会大喷 那银邦跟星云的走势 我认为未来沿洋也会雷同 也会雷同 所以这个都是后面数字爆炸好的AI股 然后比较低价的新股票 还有联系的AI标股 礼拜四涨3.1% 昨天涨3.3% 这礼拜五 今天早上涨5.9% 创新高3689的永德 连接器的AI标股 我都没有跟你乱讲 即便大盘杀了三百多点 创高稍微拉回 现在都还维持在红盘之上 因为下半年会出AI伺服器用的防水连接器 因为未来AI的伺服器很多都是浸润式的 要浸在议题里面 所以连接器连接线要重新设计 防水的连接器 然后网路升级的过程 连接器也要升级成实机的连接器 这个价格会涨2到3倍 其实这个都是AI带动 因为AI需要高速传输 所有的传输光通讯 所有的元件全部都升级 所以它有AI的受惠 跟美国基建的双重利多 明年保守估计至少5块 乐观就是超过6块钱起跳 同样你都乘以20倍 股价6X 就当初我说60几块钱嘛 未来实力是三微数值 真要说翻倍 我认为都有这个条件 所以这每一档 真的都是非常棒的 AI的标准 所以今天即便是AI股 招逢一次非常大的震荡洗盘 但就像我说的伪创这种股票 杀下来都有十七万张 今天或者明天只要量越震越大 越洗越大量越大 上去速度就有一块 因为AI确实并没有改变 资金短线卖一趟回头 还是要买这些股票 那我们的AI标58呢 从6月一路赚 大赚到7月份到今天 都还有星云银帮都还在量增长 这一路赚这两个月 真的已经赚翻了 那太多人 从几十万 可能已经变成一两百万 从几百万甚至已经赚到千万 所以年底前这波AI的行情 如果你要把我想要成为千万富翁 就来找我就来找郑老师 因为我手上还有非常多的AI的好股票 那进入8月份会有全新的操作 一个是银帮第2是高价 一个是华星光第4 跟当初的华星光潜艇建容一样 都是低价的AI标股 大资金可以选银帮第2 或者华星光第4大小通知 小资金可以先从华星光第4开始 就跟当初华星光一样 华星光潜艇建容 进入华星光第4 一路赚一路滚 中小资金翻成中大资金之后 你就大小都可买 大小资金大小通知 所以呢 好好把握吧 8分的新的操作新的行情 那富爸爸的88大优惠 OinAI发大财 郑老师提前给大家 父亲节的优惠 只要来电 并且留言 父亲节快乐 加上你的联邮电话 就会有88优惠 加AI标股 让你通通带回去 然后看完节目 就帮我按个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收到每天最新的 节目的通知 祝大家超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产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